嗨大家好我是尼可 當很多人問我說他想要賺錢 想要往軟體工程師這條路走的時候 於是他開始進行轉職學習程式 我認為呢我可以以過去在軟體工程人 這條道路的經驗呢回答這個問題 當你看到Facebook Google 給軟體工程師的薪水超過台幣1000萬的時候 又或者是你看到這一張台灣軟體業的薪資表呢 大多數都圍繞在100萬、200萬、300萬 可能6、70、80萬這些常態 大家是不是會開始覺得說 這個職業就是在一個辦公室裡面吹著冷氣 在一張舒服高級的人體工學椅上面工作 搭配公司給的這個高階的筆電呢 打開一個黑視窗然後開始輸入指令 旁邊呢附近就有周圍吃不完的零食跟飲料 甚至有可能搭配一些漂亮的女同事圍繞在你的身邊 聽起來是一個非常理想的職業 我確實已經完成了大家的理想了 現在在這個世代呢 你已經很少聽到有人可以在什麼車庫裡面啊 然後就開始寫程式 然後做出一個超屌網站 做出一個超屌產品 然後呢就開始創業賺大錢的故事了 主要是現在的技術堆疊都已經早已就模組化了 甚至可以透過幾顆按鈕按一按呢 就打造出一個可以讓上百萬人瀏覽的網站呢 去創建你的事業 要做一個自己的部落格網站呢 可能也是透過按鈕按一按 誒整個東西就部署好了 然後你就可以開始使用了 甚至現在拜AI所賜 你要完成一個小遊戲呢 透過CheckGBT 它可以step by step 一步一步的呢 帶你完成這個專案 所以當大家跟我說 它想要成為一個軟體工程師 開始賺錢的時候呢 我想它中間的這個畫面感 跟我的呢 應該有一定的落差 我的畫面呢 多數的軟體開發工作呢 大致上就是可能領著三四五萬塊的月薪 在一個小房間裡面 可能也沒有窗戶 然後圍繞著一群呢 就是也不太愛講話的軟體工程師 你今天發現到你手上要解決的問題呢 竟然是一個要改文案的一個壓謀文檔 接著你開始思索說 你只是要改這幾個文字而已 跟你當初面試進來要考的那些流程 架構考題好像毫不相關 接下來你收到一個新的功能 要開始實作 你很熱情的呢 打開這個程式嘛 發現裡面的模組 基本上是由各個前輩 不同的邏輯拼湊出來的縫合怪 你可能會看到完全狗屁不同的邏輯 沒有任何語意的英文字句 接著你可能在這個難以理解的過程中 發現程式還是可以照常的運行 然後你開始修改了同事說 去年上線的一個feature 結果最近因為用戶說這個東西是bug 從feature變bug的過程呢 接下來你就開始幫忙收拾 你開始讀懂這些程式碼之後呢 把它從流程中移除 原本你可能只是移除一個狀態 當你手動測試完整呢 覺得自己非常好棒棒 準備要推行上線的時候 卻發現在上線之後 你的同事衝過來跟你說 欸 你剛剛上線的東西 導致後台的狀態讀取異常 然後你的主管呢 當下決定把你剛剛寫的程式呢 做個緊急退版 大概以上我的想像是比較真實場景所發生的 所以這跟大家想要理解的 軟體工程師很賺錢呢 可能還有一段差距 然後也有另一種情況是 當你從學校離開之後 你會發現現在你所碰到的公司 在做的軟體開發 很少用到所謂的演算法資料結構 你甚至不需要為了反轉一組字串呢 而自己去實作演算法 而更多這類型的需求呢 已經變成了一個程式語言裡面 基本的一個 function 可以讓你呼叫使用 資深工程師往往花很少時間在寫程式 通常他們都在寫文件啊 設計整個資料流 或是畫出整個架構的展開圖 然後更多的時間呢 他們像是客服一樣的在回訊息 無論是回slack啊 回email 或者是回跨部門的任何問題 有機會呢 還會在你寫的call上面呢 做一些評論回覆 甚至呢 他們有多數的時間都是去會議裡面 報告或者是決策項目 這大概就是所謂資深軟體工程師在做的事情 所以大家想像那些比較賺錢的軟體工程師呢 應該是我上述剛剛說的這一些 我在初階工程師的時候 以為只要我靜下心來 一直不斷的寫程式去設計API 設計public private function 然後使用module 然後懂得solid 然後懂得design pattern 就可以讓我穩穩的靠寫程式呢 開始賺大錢一路往上爬買房子 但是我後來發現 基本上這些事情呢 都是初階軟體工程師在做的事情 也可以理解在市場上 更容易被外包商 或者是現在所謂的AI所取代 在裁員的時候呢 軟體工程師被公司看待的 到底是資產還是成本 你可以想一下 如果你今天只會寫程式 以公司的角度 假設他們今天的這個營收下降了 這個財報一定是不漂亮的 那麼要怎麼樣砍成本呢 通常工程師在意見公司裡面都是最貴的 那如果工程師就是成本 那直接把成本砍掉 這個財報就好看啦 這裡呢就牽扯出另一個問題 要怎麼讓一個工程師 變成是公司重要的資產 你可能要的不只是會寫程式 你還要懂產品 有一些行銷 或者是任何設計的思維 去做出更多維度的思維跟貢獻 然後在群體裡面呢 你才可能是那一個資產 而不是輕易被砍掉的成本 所以說2023年呢 如果還在問說 到底要學哪一個程式語言呢 其實這已經不是最重要的問題了 大家可能要知道 光一個網站的建立 你就必須懂前端後端 還有資料庫的語言 更別說你還有什麼 更大的infrastructure要去建構 你可能還要了解什麼是 Kubernetes Dark Kibana Grafana Kafuka Redis CIPubline Jenkins 我認為要成為一個很強的專業軟體工程師 他的所謂的犧牲呢 就是要變成一個不折不扣的書呆子 大家可能很容易忽略了這個事實 我很少有看過不投資個人時間下去 但是卻能夠把軟體生態的工具啊 應用都非常熟悉的人 畢竟大家工作就是為了生活 生活不外乎就是想要去這個逛街啊 看電影打電動 或者是健身 然後去線上參加抽美金等等 如果你能夠坐在一個電腦面前呢 研究了12小時 只為了研究這個bug 到底是怎麼發生的 然後以及如何根治 那麼我覺得你非常的有成為 專業軟體工程師的潛力 我對大多數人建議是 學習寫程式這件事情 本身是有價值的 但不一定呢 要把它變成一個職業 你可以把它當作一個 是在補充其他職業領域的一項技能 因為如果你真的是想要以賺錢為目的的話 那麼我非常的不推薦你來當工程師 你去炒股票 或者是搞投資 甚至是去當業務呢 都會比工程師還要來的賺錢 畢竟工程師 他不是一個一直產出程式碼 因為你的程式碼變多了 而你的薪水就會變高的 像職業 但是如果反過來看 你是業務這樣子的職業的時候 你是會因為賣出去的東西變多了 而去增加你的收入的 甚至身為業務的 你可以去整合軟體開發的技能 比方說自己去接LineBot 去送訂單消息 或者是送給客戶一些訊息 自動化的 他能夠幫助你這個業務的角色 做到更不一樣的發展 因為在軟體開發的整個過程 你會發現他是在實現一個商業邏輯裡面 工程師只是在一整個PUPLINE裡面 擔任一個小小的角色 在這個流程中幫忙搭建 以及解決一些問題來獲得薪水的 但在這過程中也不是相當容易 你除了專業的知識跟技能以外 你還必須去累積其他領域的商業思維 或是產品思維 所以有價值的工程師 在一個團隊裡面 通常是有足夠的領導力 解決問題的能力 以及執行力 這些都會單純的 比coding的能力還更為重要 我得跟大家說 大多數的軟體開發 其實都蠻無聊的 因為你日復一日的 去打磨你的技能之後 最後你熟悉的這些程式的API 程式的這些function module 最後都是一路的 用同樣的方法 用差不多的方法 用不一樣程式語言 用不一樣架構 然後完成這樣的商業邏輯 商業邏輯 又各種是千奇百怪 不同地方提出來的需求 然後你要開始去想 解決 怎麼弄 然後去寫 這個職業 在工作上面 能夠做到盡量的不分心 以及下班 不會去靠北工程師 去抱怨主管 已經是所屬難得 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了 如果你還是想成為軟體工程師 我認為你可以充分的思考過 並且自己嘗試 去靠程式 完成一些樂趣 找到自己的激情所在 大家也可以發現 在自己身邊 有一些coding能力超強 在城市裡面 是上知之天文 下知之地理的前輩們 他們通常很少出來拋頭露面 因為多數的時間 都是困在椅子上面的 可能一遍又一遍 去重新跑了這段城市 然後開始思考著 這個城市按了三遍之後 會不會從不可執行 變成可執行 也可能是搭配著可樂 開始去思考 還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解決現在眼前遇到的問題 結果他突然發現 這個奇怪的問題 主要是因為 引路的套件是開源的 然後他們這個開源的套件 本身就有bug 反正也修不動 要嘛就是自己去TPR來修 要嘛就是自己做Monkey Patch來修 但是怎麼修呢 又不確定這個東西 會不會真的修得好 修了怕問題更多 然後不修的話 問題現在就在 然後陷入這個無限的思考 導致頭髮越來越少 軟體工程師的漫長質疑道路中 不是只有軟體開發 這件事情需要學習 更多是除了這個專業以外的 溝通啊 選擇與人的各種應對進退等等 如果你對於專業技術 像是coding以外的 想要參考前人的職場經驗 想知道怎麼佈局提升去有效的 挑戰你的薪資收入 或者是說你是剛轉職 想轉職 想提升工作效率 想要在職場上 被看見的專業技術工作者 現在呢 我有開設一堂線上的課程 來去幫大家解決這些問題 這個課程不會講到任何的一行程式嘛 它是為專業技術工作者 所打造的內容 比方說你是像工程師啊 PM啊 或者是設計師這類型的 換個角色 如果你是即將踏入職場的人 想要提前的佈局 知道怎麼去面試 談薪水 挑公司 這些技巧跟方法 也想了解除了提升專業能力以外呢 如何在職場爬升 以及避開雷點的這些方法 持續創造出正確的決策 並且加速前進的朋友呢 可以參考我這支影片下方的資訊欄 我的課程連結 課程呢 會在7月11號的時候開課 在開課以前呢 如果你已經購買了 發現任何不符合你的需求呢 你覺得想一想 這個課程沒必要 是可以做完全的全額退費的 連結裡面有課綱 我希望你看完課綱之後 認為這就是你需要的東西 你需要買再買 不需要呢 就不用特別買了 你的支持是我繼續創作原動力 我是Nick 在地上滾的工程師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